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美新冷戰真的不斷加速和升溫 最新的一條戰線就落在抖音的國際版TikTok身上 較早之前 美國官員指控抖音有收集用戶的個人資料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於是他們考慮要將抖音全面封殺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微軟就開始欺負抖音 抖音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其實本來同意出售大部份的股份 只是保留少量的股份 因為他們意識到 若然遭到美國方面制裁 分分鐘就連渣都沒有 所以索性是套現、截現 起碼會有渣渣 但是特朗普在上星期五作出一番表態以後 就連微軟都暫停了恰扣TikTok的程序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上星期五時特朗普說明 他本人可以利用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所賦予給美國總統的權力 又或者 利用 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 將TikTok在美國的營運全面封殺 他這番說話說完以後 原來TikTok就開始作出讓步 他們同意在未來三年 增加一萬個美國的職位 而且抖音創辦人張一鳴 也同意息數出售 所持有的TikTok股份 本來他還說想有多少錢 現在索性就說 算數了 賣光了 但是你想賣 究竟特朗普的意思又如何呢? 根據《華爾街日報》所說 本來 微軟和TikTok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的恰談 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 雙方本來在明天 即是星期一的時候 達成了協議 但是特朗普說完這番說話 令到談判陷入了僵局 有消息人士說到 說白宮其實一直都有參與談判 並且還對外放風說 希望TikTok成為一家美國人擁有的公司 使得微軟和TikTok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都以為 相關的交易條款 大致上都符合白宮的要求 但是 忽然之間特朗普上個禮拜五說那番說話 令到雙方都無所釋從 《華爾街日報》還說到 說談判目前仍未進入到一個死局 有部分參與談判的高層人員 仍然是希望特朗普可以回心轉移 另外有部分的高層 想搞清楚 究竟白宮是否想令到TikTok 完全沒有辦法在美國營運 據報導 原來白宮內部意見都有分歧 特朗普就是想把TikTok完全封殺 直接想把他在美國收皮 但是 財長武蔭以及國務卿蓬佩奧 似乎是傾向支持微軟 欺負TikTok 故此 其實白宮內部都有分歧 不過特朗普的招數 都算是厲害了 完全是按著抖音來砌 而且還想一劍封喉 若然特朗普的路線 在白宮的分歧當中跑出了 這樣抖音的武公司字節跳動 可以說 真的損失慘重 渣得沒得靜 為什麼 因為特朗普一方面 想封禁TikTok在美國的營運 另一方面又發表一些非常強硬的言論 嘗試就是客退微軟 繼續來恰扣TikTok 即是說 TikTok就算退出了美國市場也好 他同時也沒有辦法變賣股份 因為如果微軟不買的話 就沒有人買了 即是說 賠了夫人又接兵 少少錢都拿不走 所以特朗普的招數 真的非常厲害 特朗普的這種想法 肯定是為了避免夜長夢多 所以索性就一了百了 直接把TikTok在美國土地上完全消失 實際上 TikTok只不過是一個短片分享平台 他所承載著的功能 事實上 在美國的本地科技巨企 所營運的社交平台上 都可以通過模仿相關的功能 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中一個有意地做的就是Facebook 而且Facebook的創辦人朱克伯格 上個星期出席美國國會的反壟斷聽證會的時候 就對美國交了投名狀 他就說自己如何捍衛美國的核心價值 怎樣抗衡中國等等 既然他講到這個時候 其實就等同於一家 可信的美資企業 現在若然特朗普說要封殺TikTok的話 他所承載著的功能 或者是相關的用戶 就可以由Facebook來去繼承 所以在特朗普的眼中 與其讓TikTok繼續營運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Facebook來去繼承的功能呢 目前來說 TikTok除了準備在美國遭到封殺以外 其實在上個月 印度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一個國家 全面封殺TikTok 不過這就不是因為什麼國家安全的問題 而是因為中印邊境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所以印度方面就提出了反制措施 當然這個對於TikTok來說 在用戶增長方面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損失 因為在未遭到印度政府封殺以前 其實TikTok在印度的用戶增長的幅度 就是非常快速 現在人家一下子弄了一個抖音的山寨板出來 每個人都轉去用山寨板 就不用你抖音 除了美國以外 其實澳洲的情報機關都開始調查 到底你這個抖音 有沒有對於澳洲的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 其實人家一查完以後 都很大機會封禁 所以澳洲方面 將會緊隨美國 實際上澳洲的人口方面比較少 美國就是作為最大的市場 因為這些社交平台 他們要賺錢 最主要就是那些廣告費 故此大家就會理解得到 TikTok是可以失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 但是他絕不能夠失去了美國市場 因為每一個年度投入去美國的網絡廣告的金額 是遙遙領先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國家 他若然失去了美國的話 基本上 就可以說玩單 你說去印度 就算有10億人口 20億人口 由於投入在網絡廣告的費用很少 就算有人也好 他能夠賺到的錢 一定不夠在美國多 所以為什麼我說 特朗普這招是一劍封喉 就是這樣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罕有地在微博認輸 究竟他是怎樣說 他就說 抖音國際版TikTok在美國已經命員一線 特朗普星期五說 最快在當地時間 星期六就會禁止了TikTok 令到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想繼續持有一些股份 或者是多買一些的價錢 都變得十分困難 這個的確是美國政府和高科技公司 聯手對TikTok的圍獵 和考取豪奪 結果恐怕還要過幾天 才能夠見出最終的分曉 最後那段他就這樣說 最後老胡要說 TikTok在美國遭到圍獵 中方能夠採取的反制措施 很有限 這是一個現實 中國的整體實力 仍然不如美國 這是美方敢於針對中國 具體企業 肆無忌憚落手的根本原因 現在闖國際市場的中國公司 都是幫這個國家 在改革開放中成長的先驅門 他們 會受到一些委屈 會有挫折 但是 這是階段性的困難 希望這些公司 不要灰心 亦都希望中國人 不要灰心 胡錫進寫這段文字出來 一方面 他就等同於 認輸 另一方面 他就是要為大陸的網民和小粉紅做好期望管理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這個TikTok在美國的命運 根本上就不輪到中國來操控得到 現在 一是 比較好的命運就是 TikTok能夠賣到一個好的價錢給微軟 起碼就是套演走人 叫做有些渣 另一個結局就是 更加悲壯 慘烈 就是被特朗普整股 沒有人買你的股份 所以胡錫進 自己在微博上也有說到 美國以極其野蠻方式 試圖顧化以美國為絕對中心的世界高科技秩序 無論他最終是把TikTok殺掉 還是把這個孩子從字節跳動的懷女強行奪走 這個都是21世紀在高科技競爭領域最醜流的劇目之一 其實他已經把兩個結局說了出來 一個是壞 一個更壞 另外 老虎似乎不服氣 下午 兩點半的時候又出了一篇文章出來 又走去 即是隔美國 關於TikTok這個問題 第一他點名批評 Facebook總裁朱克伯格 他就罵人家是很想搞死TikTok 或者是能夠刪債出一個 比TikTok更加之吸引年輕人的手機程式 但是 他是做不到的 接著他又說到 說TikTok的另一宗罪 就是使得大量美國的年輕人 是聚集了一起 這個其實他也是非常坦白 他就承認了 根本上 中國就是輸出軟實力 使得這班人聚集了一起 而且 胡錫進自己說 就說這班年輕人 普遍都不喜歡特朗普 正正就是特朗普所擔心的東西 因為特朗普就是擔心選舉 會遭到外國的干擾 而且這個抖音 正正在去年的時候 就被英國的惠報發現得到 不僅說他的程式 如何頻繁地 傳取資料 或者是剪帖部的內容等等 而是 抖音本身 這個TikTok 就是有一些過濾的 內容 比如說牽涉到新疆 西藏 或者香港的示威等等 就是會有過濾的 到底你這個程式 是完全真正中立 還是有政治審查的東西 其實要有一個政治的道向 容易 在手機應用程式上 十條短片的九條都是踩特朗普的 不需要吹捧拜登 踩到特朗普一民不直 其實就已經是製造了一個 變相的洗腦功能 是不是 當然 看著抖音的人 就不會覺得自己被人洗腦 但是當你按十條短片 有九條都是 事無忌憚地 唱衰特朗普的時候 到了投票那一刻 自然就連投票嘴向 都被影響了 故此為何特朗普 這麼著緊這個抖音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